癌症是影响我们现代人寿命和健康的一大杀手 那么如何去早期的识别癌症非常的重要 大家好我是中医主治医师何医生 关注何医生健康不挂科 那么今天何医生呢就带着大家从皮肤来去早期识别癌症 那么主要讲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皮肤搔痒 如果是一个人没有过敏体质 但是呢又出现这种皮肤异常的搔痒 经过一些常规的抗过敏药物都没有效果的 那么这个时候很可能就跟我们的白血病或者骨髓流有一定的关系 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那么中医讲为什么皮肤搔痒是很多癌症的一个表现呢 因为我们人体呢是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能力的 自我抗病的能力的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种肺部的疾病 很多时候我们会通过咳嗽 卡痰把这些病毒 把这些细菌把它排出去 往外排 这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能力 那这个皮肤搔痒也是一样的 我们内在的这样子出现问题了 很多时候他是想通过这皮肤 把这些 这些病菌 把它排出去的 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皮肤搔痒 那么我的太师傅离可老中医在治疗肿瘤的时候 在治疗的过程中 有些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外在的皮肤搔痒 但是呢出现这个时候呢 再用一些透的一种药 把这些顺势而为 把这些病邪给往外透 那么这个时候内在的一些肿瘤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那么治疗肿瘤的啊 离可老中医呢 他治疗肿瘤的一个大法 也是叫做脱透法 也就是在扶住我们的皮 剩两本的时候 皮为后天之本 剩为先天之本 把这个两本给顾腹好的时候 用一些往外透的药 比如说五谷汤里面的 葱白 生姜 包括细腥啊 等等这些药物都是有往外透的这种 这种这种作用的 所以呢很多时候 为什么肿瘤会出现这种啊 皮肤骚痒 就是这个原因 人体的一种自我抗病能力 自我保护能力 出现的一种表现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带状跑者 那么带状跑者呢 一般的带状跑者 他就都是长于一侧的 一边的这种胸斜度 或者是只长在右边 或者只长在左边 很少说两边都有 或者其他地方的 那么癌症 和患者合并的这种带状跑者呢 很经常就是全身各处都有 甚至两边都有的 甚至反反复复发作的 所以呢 如果是出现这种 特点的这种带状跑者 那么建议呢 就去医院看一看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癌症患者呢 很多时候免疫力低下 这种时候就很容易感染 这种炮者病毒 出现这种带状跑者 那么中医里面讲呢 癌症的患者很多时候呢 就是正气不足 中 皇帝内经理讲的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邪之所凑 邪气呢 侵入我们人体了 叫邪之所凑 其气必须 这个正气肯定是虚的 所以呢 很多时候 如果是长这种带状跑者 是全身各处都长 两边都长 反反复发作的 那这个时候呢 还是建议就是 做一个全身的体检 很多时候呢 这种食管癌呀 胃癌呀 长癌 前列腺癌呀 等等方面的一些癌症 都常常会合并 这种带状跑者 特别是51岁以上的 这种中岛连人 那么合并 这种带状跑者呢 甚至达到18% 这个大家要知道 大家要去重视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皮肤发黄 皮肤发黄的人群呢 很多时候伴随着 眼睛发黄 小便很黄 小便像浓茶的一个 一个颜色 那么这个就叫做黄胆 那黄胆呢 常常建议肝胆癌 还有就是胰头癌 胰腺癌 常常出现的一个 外在的表现 那么如果一旦早期 发现这种 黄胆 那么要马上去医院 做相关的检查 来去明确诊断 那中医里面讲 这个皮肤发黄呢 跟湿有很大的关系 张仲景在他的 伤痰杂病论里面讲到 黄家所得 从湿得之 什么意思 就是这种黄家 就是这些黄胆的 这种人群呢 他都是从湿导致的 所以呢 如果是干气不舒 气又不通 同时呢 又搬有湿气 重湿气又组织这个气机 那这个时候呢 气质湿足 寓于我们的肝胆 那很多时候 就会出现成了黄胆 所以呢 这一点大家也要知道 也要去重视 那么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这三个方面 从我们的皮肤 来去早期识别癌症 希望大家能学到东西 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内容 这些视频 转发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群 让大家都能够把这个知晓率提高 来去提高我们的这种早期识别癌症的意识 好的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 欢迎收藏 评论转发 关注黄医生 健康不挂科 我们下期再见